不是游戏这么简单,是玩真的, 什么叫玩真呢?真的有些事发生, 发生了是对你的生命可能有很大的影响的, 自由参加的,你这么怕又没玩, 那么,闭上眼想下, 这个世界,现在有哪个人,哪些事,哪些事, 最需要你去祝福的? 譬如,你哪个进医院,现在探不到他,他很惨, 哪个现在在长者之家,没有人探到他, 你很惯着他,你很想送一些祝福给他, 或者你老板,你很怕他解释你, 他前几天已经对你非常之,你知道不妥的了, 你很想祝福他,或者是你想他回心转意, 不但不解释你,还加身, 或者你的前度男友,你很生气他, 或者你很惯着他,或者你很同情他, 你很想祝福他,或者是你爸爸妈妈, 不论你和他住,你很生气他, 你们很不妥,等等,甚至是你的宠物, 甚至你现在那间公司,就是服务的那间公司, 那间公司的企业,你那份工,或者是一个全体, 譬如我举一个例子,你现在住那个屋院, 还是你那层楼,那个什么立案法团, 最近那些人都喊了大叫,很不妥, 你又卷进去他们那些事事非非, 你觉得很痛苦,你很想祝福那帮人, 任何什么事,一件事,一个人,一个机构, 宠物,行不行? 待会你会知道为什么, 是我们这一次就不去找个对象, 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的, 已经是过了身的人, 如果我们真的要,都可以的,清楚, 想到没有? 想到呢,如果你可能, 现在快点开个手机, 找到他的照片出来, 那就最好了, 找不到都没办法了, 找不到都可以, 你在手机那里写他的名字, 譬如他叫Johnny, 你就写Johnny就可以了, 或者是法哥, 写两个字, 找到他的时候, 如果譬如你开公司的logo, 那个公司的废号, 或者是开你的workstation, 比如你家里, 你很想祝福你一家人的, 那你客厅的照片, 你找到你的图片库, 照片那些, 或者是你的google search, 开个图片出来, 行不行? 好,等你找到, 好了, 如果你找不到, 还没找到, 就继续找吧, 找到一些我们开工了, 想你左手拿着手机, 右手拿着灵摆, 好像我那样, 拿灵摆出来, 对着那个图像, 然后呢, 我们一边去摇动灵摆, 一边唱宇宙的原音, Om, 不断地唱, 先我们是逆时针方向, 逆时针方向, 就是等于中医所说的, 宝舍中的舍, 即是说, 和它排毒, 将它清洗, 所有的负能量, 现在你好像我那样, 大力对着那图像, 或者想像那个人在你面前, 都行, 想像它在你面前, 向着它, 不断摆动, 逆时针方向, 行不行? 是的, 现在我们一起念,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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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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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好 現在我們給個靈擺停下來 然後這次順遲針方向 當我們順遲針方向的時候 我們是放一些正能量進去 你的祝福 你想像一下你的好多生命力 你的快樂的心情 你的愛 送進去好像一些金色的光感 這樣可以嗎 現在我們可以繼續唸 阿 順遲針方向大力拼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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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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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好,現在我們閉上眼 想像一下你的對象在我們中間 想你對著它說我愛你、很關心你、康復 你會現在很青春,你下次見到我就很開心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很快樂 然後請你跟它說一樣不可能發生的 但是你很想的事情 很可能發生的意思是說不會就這樣發生的 譬如舉個例子,假定你的老闆很不妥你 我老闆很不妥我,我跟老闆說 我們每個月都請我們去做大食會 我們開完會請我們去吃一餐 我們去的時候都說你圓門哪間海鮮店 你又吃龍蝦,我又吃藏物房 那就可以了 過兩天,老闆突然間就會,在世間無神 就說我們去吃龍蝦藏物房 再去你講的那間 或者你就是跟老闆說 老闆,我記得你有一條胎 即是粉藍色那條,有幾顆紅點那條 你帶起來我很喜歡 你整個英靈神武 整個很有型的老闆 那就可以了 明早他又帶回那條胎回來 帶著回來上班 那條胎 如果你是,譬如 你家裡有九個手袋 假定你現在跟老公 或者你的男友跟他講 我家裡的手袋 我有粉紅色,我有金色 我有黑色,我有白色 就是沒有黃色 你幾次送個黃色的給我 那下次見他 或者下次生日 分分鐘他就會送完禮物給你 就是黃色的手袋 那一隻 那你現在去一個縣 告訴他 你很想得到一件事 叫他帶你去旋轉餐廳吃東西也好 或者是買一樣紀念品給你也好 或者下次見你的時候 然後大力攬住你 吃兩口 那一隻 好了,那我放下了你的靈帶 放下你的手機 好了,那我放下了你的靈帶 我們做這個練習就做完了 遊戲就玩完了 不是遊戲那麼簡單 是玩真的 那現在等待奇蹟出現了 看看回去 今晚回去 或者待會下了堂 或者明天或者後天發生什麼事 剛才你想的事情 有沒有令到事實改變到 那我記得 長哥時常都說這樣的故事 我跟他做手療 那本來呢 他的手很痛的 那我跟他做完之後呢 他的手就不痛了 但是呢 跟著呢 他回家就收到一個消息 他的男朋友碰了 那男朋友和他的關係就是和好如初 我同時呢 我男朋友搞了二十幾年不行的事情 周身不行的事情 都不行了 又這樣對的 那一隻 所以你回去看 回去這兩天留意 有關的 你祝福那個人 有什麼轉變 他是不是見到你很開心 抱著你 是不是突然間 你待會收到他的短訊 或者是什麼 報告一些好消息給你聽 這兩天 或者你主動去問一下他 多口又問一下他 明天打電話給他 昨天四點半 你在哪裏 有沒有什麼感覺 我只顧著你 你那時候有什麼感覺 就是那一隻 可能他說 是啊 我突然間覺得 不知道什麼什麼什麼 突然很開心了 或者是 現在真的不痛了 那些 行不行 一個很簡單的練習 有空就做 你有信心做 永遠都是奇蹟不斷發生的 學會了這個幾好呢 拜拜